大家好,我是時光伯伯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 Like 和 Follow 我們 你的 Like 和 Follow 是我們製作這些 Video 最大的動力 近幾年很多我們熟悉的碗錶 他們的價錢都已經是長到一些一般的標迷 沒有辦法去接受的地步 所以我一直都很留意想找到明日之星的換錶 可以在炒家未入市之前 可以以正價買到一些很高質素的換錶 今年在 Watch and Wonder 日外牙 我發現了一個新的明星 要作為一個明星其實也有條件 第一件事就是他本身要有很好的實力 譬如他要有能力可以生產大部分或者是全部碗錶的零件 可以方便他們可以設計得一些更加完美的碗錶 第二,希望他們都已經有些名氣 如果完全沒有人認識,其實也是比較難的 第三,我就會覺得他們最好在過往 都已經讓我們看到他在製作換錶上面 是有一定的水準 以及有能力做很高質素的換錶 但我這次所說的明星 我會覺得是Palmageni, Palmer強尼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這次我在Geneva 有機會跟Palmageni的CEO 去做訪問,Mr.Gudo Tarani Mr.Tarani就告訴我們 就是自從他們去年9月推出了Tonda PF的系列之後 那個市場的反應就非常之好 現在他們已經有6至9個月的一個Wait List 對於Palmageni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之開心的事 但我更加提到的是 市場可能已經開始意識到 Palmageni的碗錶和能力 可能是將來非常之受歡迎 以及很多人會追捧的品牌都未頂 我自己覺得就是 Palmageni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一向都是比較低調的 但是它那個做錶的能力 就非常之強大 因為它是自己有一個 Vertical製作的一個團隊 由所有中錶的靈部件 包括錶殼、錶面、針 所有的Movement裡面的靈部件 他們都可以自己在集團裡面生產出來的 另外就是他們本身的設計 現在也是演變到一個非常之符合市場的 期望的一個方向 他們都會想要一些相對來說比較簡約 但是又很標誌性 即是很容易被人認出的一些設計 他們不想要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它又要有很多細節 所以Palmageni的CEO就跟我說 基於這個原因 所以它在新的系列上面 把Palmageni的標記 換了一個新的標記 以前Palmageni的換標 是整個名字打上去的 但是現在新的系列裡面 Palmageni的標記 是P字和F字 CEO解釋給我聽 他說這個正正其實就是 因應這個年輕消費者 對於高端換標的要求的一個舉動 因為這個新的標記 給我們感覺到很乾淨 很古代 但是又不會說很生氣 就好像給別人有個感覺 就是大家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就是你知道我知道 但是就不用說畫公仔或出場 把整個名字都寫出來 這個處理的方法 起初的時候有些不習慣 但是慢慢看 就越看就會覺得 越喜歡 因為真的設計得很漂亮 市場上很多人都說 其實在中標製作裡面 就已經沒有創作空間了 就是所有可以做的東西 其實都有人已經做了 其實你要再做新的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 那個空間很小 但是Mr.Tarani就說 未必的 他不認同 你可以 為什麼不 你需要想法 就是Retro Pen 這隻碗錶是結合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追蹤計時的技術 放在兩地時間顯示上 這隻碗錶很明顯 它的目標的客戶群是那些時事要旅行 但本身它對碗錶有一個不同的要求 它會想要它的碗錶是比較內斂的 但是它又想要有這個實用功能 這個實用功能 最好就像CEO這樣說 就是GMT 按Request 或者按Demand 當你需要它的時候 最初八點鐘位置有個按鈕 每按一下Rodium Plated的時針就會向前 提升 就會提升到你新的時區的時間 原本那個時間就會由一支金色的指針 去顯示 這就是你的家鄉時間 但當你回家 你不再需要這個量地時的時候 只要你按一下標關中間的金色按鈕 那個Rodium Plated的指針馬上就會飛反去遮住金色的指針 變成整個標盤都是回到一個很乾淨的狀態 這個其實整個概念都是一個很自然的設計 不過問題就是以前沒有人想到 這次Parmageny就想到 而它又有這樣的技術抵運可以做到追針計時 所以才可以讓我們見到這個GMT RetroPant 這個功能 而我們進入了GMT RetroPant 是尊重這個思想的 純粹效果 而GMT是要求的 你使用它當你需要 但當你不需要 它仍然是很尷尬的看法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進入 在Parmigian 我需要讓它更舒服 更有趣 更有趣 很舒服 另外一個TondaPF系列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大家都有一個滾花的標圈 如果你那隻是一個鋼殼的碗錶 這個滾花的標圈就是會用 白金的材質Practinum去做 可能很多標迷都會有印象 Rolex在他們的Dayjust款裡面 如果是鋼殼的話 他們會放一個白金的標圈 今次Parmigiany 操作的方法 就是他們放一個Practinum的 一個菌花的標圈 很明顯 他們是要顯示得到 我們的定位 我們的檔次 是不一樣的 是更高一級 至於今年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隻 Parmigiany的碗錶 一定是TondaPF的Skeleton 你可以看的是 Skeleton 碗錶 其實你就是在標盤上 畫一個金屬的圖畫 你會希望看到 那個圖畫是有意義的 大部分Skeleton 的碗錶 都很難看時間的 但是今次TondaPF的Skeleton 可以說是完全克服了這方面的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標面 所有的橋板 都度了一種 叫做NAC 的碗錶 NAC 的碗錶 是一種Practinum Base 鉑金的碗錶 的一個導膜 這個導膜 是令到所有的橋板 有一個深灰的顏色 這些深灰色 剛剛就是給到這個 金色的指針 一個非常之好的反差 所以在上面 你看讀取的時間 是完全清楚 跟普通的碗錶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另外就是 扭空的部分的設計 我覺得是非常有心思 它全部都是弧線來的 沒有直線的 還有在它的圖片上面 我還看到有一個P字 還有一個F字 這個可能是我自己多心 因為在新聞稿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我看到 在它整體的設計裡面 我可以看到一個P字 和F字 我會覺得 如果這個設計師 刻意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特別的設計語言 在這隻Tonal PF的Skeleton裡面 我這樣說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我們用錢可以買到 最高級的瑞士打磨技術的水平 因為全部的扭空部分 它們都做了倒閣 這些倒閣還做了拋光 所以在不同光線的情況下 我可以看到 Skeleton 的扭空的錶面 是非常漂亮的 你在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慢慢去發掘 這隻碗錶很多很多的細節 扭空了那個BARREL 即是那個發條盒 在我們戴著這碗錶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主發條慢慢地收緊 因為它是自動上鏈 當我們放一隻錶放下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看到 那個發條慢慢地放鬆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視覺的效果 這個碗錶本身有個22K的自動擺陀 它中間那裡 也都是雕刻了一個很漂亮的PF的Logo 這個碗錶是有兩種不同的材質的殼 要麼就是鋼配一個Platinum的錶圈 又或者18K的玫瑰金的錶殼 我自己覺得那個鋼殼 Torno-PF Skeleton 它的定價剛剛在港幣50萬出頭 這個是給我們一個挺好的機會 當然這個也不是一個便宜的價錢 但是那些有這個資源的朋友 可以正確地去考慮 因為這個應該是幾難得的機會 擁有一個這樣的水平 瑞士的制標的技術 這隻不是一隻限量碗錶 不過那個產量相信會非常非常低 接下來要說的是 Torno-PF Frying to Beyond Platinum 這隻是整個系列裡面唯一一隻限量的碗錶 限量25隻的 它整隻碗錶 錶殼、錶面、錶鏈 全部都是用Platinum去做 所以那個質感是非常非常之強的 除了這個強大的質感之外 這個錶還有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它體現了總裁講的其中一個PARMAGENI的特色 就是它說PARMAGENI買家 它們是不喜歡炎耀財富的 但是它們喜歡炎耀品味 我覺得這句說話其實都幾圓 但是我看了這個Torno-PF Platinum Trying to Beyond 我就幾明白 其實這隻碗錶 就是很反映這一種的心態 因為這隻碗錶是很乾淨 很Suttle 沒有什麼花巧 本身的錶盤是銀灰色 配合Platinum的錶圈 配合Platinum的錶帶 整隻碗錶都是有一種簡約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們細心點看看 這個碗錶有很多細節 譬如那個錶圈 那個滾花的錶圈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所有的時錶都是立體 而且經過很仔細的打磨 那個碗錶看上去 兩支同色系的時分針 但是在1分鐘的陀飛輪上面 我們會看到一支藍鋼指針 是利用那個陀飛輪的框架 每分鐘轉一圈來顯示那個小秒針 在陀飛輪的框架 我們看到擺輪是金色 所以整隻碗錶有三種顏色 99%都是灰調的 淺灰調是很柔軟的 但是很優勢的 所以整體來說 就符合了喜歡炎耀這個品味 Parmageny的收藏家的要求 再下來就去到Toner GT GT是Toner另外一個旁枝 它是比較運動的 第一隻說Toner GT的計時錶 Chronograph Big Day 有一個大日 這本錶整體的設計 是比較時常的 針對一些比較年輕的買家 本身它是用一個18K的玫瑰金來做錶殼 帶上手是很有質感的 它的小錶盤是有兩種顏色選擇的 一是你可以選擇深灰色或是選擇深紅色 都是比較醒目的 兩種都是比較醒目的一個顏色的配搭 因為本身18K金是比較重的 加上一條橡膠的錶帶 鄧芬雲的重量令到配戴舒適些 以及更加運動感 最後一隻想說的Toner GT Chronograph Annual Calendar 這隻是更加運動的感覺 更加年輕的感覺 因為它用了一個鋼殼 這隻碗錶很明顯是針對一些所謂的Urban Elite 即是城市精英去設計的碗錶 碗錶有兩個很實用的功能 一個是計時 另一個是年齡 年齡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方便的 一年只需要調教一次 就是3月1日的 調教一次的日曆 其餘的時間364天 都是會自動去為你佈準當日的日期 亦都有兩種小錶盤的顏色選擇 亦都是配一條銅色系的橡膠錶帶 這碗錶的定解也是非常親民的 我覺得對於第一次接觸Palmajani 或者剛開始考慮想要入手Palmajani的朋友 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容易的入手點 整個Palmajani 2022年的新標有五隻那麼多 我們剛才簡單地通過過 無論在設計或功能的配合 整體來說我覺得都是有創意的 當然最特別的創意就是 在GMT RetroPan 用追蹤計時的技術 放向GMT的換錶 因為很多時候創意的靈感 可能來自很多不同的資源 有些品牌會用他們的DNA 或者用他們的歷史 來提供一些創作的創意 不過我覺得好像Palmajani 這種有能力的品牌 因為他們的技術強大 所以他們就可以用一些 好像追蹤計時的技術 放到兩地時間的顯示 我是很期待Palmajani 更加多的創意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們的市場 是需要一個有抵運 有可能性 但是還未被炒家去侵佔市場的一些品牌 讓一般的標迷 無論是初級的中級的高級的 都有一個機會可以 以一個比較合理的價錢 去買到一些很高端的 瑞士的機械換錶 好了,今天星期一周 表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